我們看這一題 他夾每四天到台北一趟 以每九天到台北一趟 餅的話每十二天到台北一趟 某天三人同日到台北 同一天到台北 請分別回答下一個問題 第一小題 他說下一次三人同日到台北 至少要經過幾天 就是他們的公倍數 經過一個倍數以後 每一個人經過一個倍數以後 他都要到台北 所以同一天 下一次同一天到台北 就是他們共同的倍數 下一次當然是取最小 所以第一小題的話 是四、九、十二的最小公倍數 可以抽出多少來 抽出四來 四一四 四三十二 這可以抽出三來 三得九、三一得三 所以他們的最小公倍數 就是那個L 就等於多少 四乘三 再乘三 這是乘三 所以四、九、三十六 再經過三十六天以後 三個人的話 同時到台北 這第一小題 這樣看第二小題 如果他們三人同日到台北那天 恰好是星期天 禮拜天 那麼下一次三人又同日到台北 而且又恰好星期天 至少是幾天後 那就是三十六跟七天的最小公倍數 他同時要是三十六天的倍數 同時要是七天的倍數 為什麼要七天的倍數 因為要在同一個禮拜天 經過七天的倍數以後 才會遇到同一個禮拜天 所以求三十六跟七的最小公倍數 好 那這兩個負值 那負值的話 是直接相乘 也就是最小公倍數 我們叫做L2 這就等於三十六乘以七 三十六乘以七的話 是等於多少 等於三十六乘以七 等於252天以後 我又要給兩十六個 我們要來做幾個 五十四個 四十四個 五十六個